Hello everybody,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这是Elon,背后的镜头是叫Kelvin 像你们每次会想要问我 有没有BELOW MARKET VALUE的屋子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BELOW MARKET VALUE的SINGLE STORY HOUSE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 其实是在这边啦 不过那一节已经卖掉了 所以有更紧啦 Anyway 这一间呢 是一个BELOW MARKET VALUE的 DOUBLE STORY SEMI DETACHED HOUSE来的啦 它的地位是在TAMANDI LIGHT BELOW MARKET VALUE我们给你看多一点 如果它没有Like的话 还没有Subscribe的话 记得要Subscribe 现在我们就给你看一下这一间屋子的DROIN SHOT 先吧 BELOW MARKET VALUE 明天都要安靠車子 赶快遮瑕坑 好的,这样我现在站着的地方 是这个屋子的 Car Porch 它的 Extra Car Porch 所以铁门是这边 铁门这边进来了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 Extra Car Porch 这样 Park 的话应该还可以 Park 到 3 辆车 然后我们就直接走过来 就是看到我们 original 屋子的 Car Porch 这边的话,也可以买多两辆车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是很大很大的 我有一个推荐啦,就是你们可以把这边这些墙壁 来做成砖咯,就会比较美,也比较 Privacy 一点 好的,这样我们看完我们外面,我们进去里面吧 首先,也是要跟你们讲啦 这一间屋子,就是很有 Potential 因为这间以前租给人,所以现在的样子是比较 也不会讲很恐怖啦,就比较乱一点而已啦 来,我们进来看吧 Condition 怎样讲都会好过我 Sondesa Mooney 这一间 来,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 Yard 这样啦 旧的屋子通常会有 会有这个给你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现在新屋子都没有这个东西了啦 因为他们觉得不使用这样咯 这样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这个屋子现在是没有灯的啦 所以会比较暗一点可能 进到来这边呢 你看我们的客厅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Space 客厅在这边,像他们沙发在这边 TV Cabinet 在这边 你们看到它现在是很乱啦 不过你看这种东西 其实你们叫那个 Cleaner 来 一天就搞定了 油气也是搞定了 垃圾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I guess 这边可以做 Dining Area 啦 这个你可以放你的吃饭桌子在这边 Dining Area 就在这边 我们先看这边后面这个房间先吧 呃 这个是一个 Extra Bedroom 以前应该是 Kitchen 来的啦 我觉得 因为它都是 House 来的嘛 整个房间都是有 House 所以我觉得它以前应该是 Kitchen 来的啦 会吗? 因为都是 House 喔 墙壁都是 House 感觉上啦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 Extra One Bedroom 现在我们去看我们的 Kitchen which is 在这一 side OK 所以你看 它的 Kitchen 是很大很大的喔 如果你们不要在那个外面那边 放 Dining Area 这边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变成你们的 Dry Kitchen Dry Kitchen 你看这边全部都有很大很大的 Space OK Kitchen 在这边 I guess 我们整个可以做这边是 Dry Kitchen 啦 因为 外面这边会有一个这种 DIY 也不是 DIY 啦 就是 Extend 了的 一个 Kitchen 这样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 大炒大煮的话 可能可以在外面这边 然后我们里面这一个很大很大的 Kitchen 都蛮好用的了啦 全部都是要 Redesign 过修理过咯 然后这边是楼下的洗手间 很暗啊 所以也不用看啦 洗手间就在这边 OK 好 其实这边它还有一个地方耶 我也是不懂啊 干嘛的 在这个 Sliding Door 的后面 OK 所以可以 Trot 到外面去 就跟我们的车房是一起的咯 所以如果你不要从大门那边进 你要从这边进也是可以啦 这个 Special 哪一座某我就不知道 其实 再看一下 OK 好 这样我们现在就去楼上吧 OK 这个是我们楼梯底下的 Store Room OK啦 不会很大的它那个 Store Room 现在我们就上楼去吧 你可以看到整间屋子都已经是被小孩子涂鸦涂完了 我们上到来了这边 楼上是有三个房间 然后我们先走这边 海绵宝宝 哎哟 这边的屋子很美哦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一间房间 就OK啦 Standard 木地板是这种旧款的咯 然后你看 你就可以看到你们那种 呃 如果真正把这些屋子弄美的话 就是像对面这样这么美啦 其实 其实真的不是我要Hard sell 这个真的是Cleaning一下 油漆一下就搞定了 然后就是楼上的洗手间 在这边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间房间 它以前到底有多少个颜色哦 又有粉红色 又有蓝色 然后刚才楼下又是黄色 OK 然后你看这些都是给小孩子 租给人的时候 就是给小孩子这样化掉咯 OK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客厅这样 然后才来到我们的Master Room 看啦Master Room很大 然后自己的洗手间在这边 哦它是把Buff Tub拆掉了 你看看 对 它Original应该是有一个Buff Tub在这边的 OK 然后 哇 这个刷牙的杯耶 好的 这样现在我们可以看我们Master Room这边的这个Buff Tub OK 其实 嗯 好的 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屋子 Location 也OK 地也很够力大 OK 这样我们现在给你一个结构吧 OK 我们忘记给你看一下我们的Buff Tub 这边赶快过来一下 哦 来 后面这边就很大咯 像刚才我们外面的 那个Kitchen这样 然后后面这边还是很大啦 Land Size 17.2 个Point 所以是很大很大的 OK 现在才真正给你们一个结构吧 OK In Conclusion 我们这一间 Double Story Semi Detached Location 是在Tamandi Light 然后它是一个4个房间 3个厕所 Land Size 17.2 个Point Build-up 来讲 应该有2200个Sqft 这样啦 你看它的Card Park 全部都很多 里面的话其实没有很绵 不会像我们之前那样绵 它这一间屋子现在是卖Below Market Value 价钱来讲的话是750千 Market Value 是在800千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是没有本事这间买掉 像我那时候买掉那一间 Desamuni 那一间280千 所以如果你们对这间屋子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络我 然后 然后 就是 像你那样 你不可以想象它 哎呦 这么绵 这么绵 这个真的是 一天的Cleaning 跟油漆就可以搞定了 好了啦 好啦 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Video 就到这里 喜欢这个Video的话 记得要Like 把这Video分享出去给你们朋友看 还有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Until Next Time Bye Until Next Time